今天怎么这么开心啊 就让我们去学校园 这样的小桌面 每当问起随军生活的感受 军嫂李梅总是用幸福这个词来形容 我们最开心的一件事呢 是一家人可以团聚了 然后在随军之前呢 孩子这个上学的问题 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现在呢部队幼儿园 给我们解决了 家里这种最困难的这个问题 而且呢孩子还可以经常见到爸爸 哎呀我们真的觉得 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 随军前李梅心里有不少顾虑 除了孩子的教育问题 自己如何就业 生活能否适应 一度让他犹豫不决 如今两室一厅的家属房 是一家人团圆和美的归宿 设施完善的幼儿园 满足了孩子学习成长需求 比较担心他们刚来这边 人生地不熟的 生活可能也不方便 没想到来了以后 在家属委员会交了很多朋友 生活上也得到了周到的保障 针对军人家庭遇到的实际情况 陆军第83集团军牟旅党委 制定了家属优质就业 子女优质入学 亲属优质服务的三优保障模式 帮助大家真正实现无忧生活 彻底解决军人的后顾之忧 是我们的根本目的 对军人家属的保障 必须是全面周到的 是深入细致的 照顾每名家属 都要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 事无巨细地做好 软心工作 充满军味的校园 帮助孩子们理解家国情怀 功能多样的生活设施 满足军属的日常生活需求 不断升级改造的营区 吸引着更多军属 走进部队这个大家庭 和孩子们在一起 是王靖最开心的时刻 他的丈夫林强 是这个旅的战情计划科科长 随军前 王靖一直在外地 从事幼儿教育工作 由于两地分居 和丈夫见面的机会很少 家里的老人也很难照顾得上 得知王靖的情况后 吕里主动登门 为他带来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记得那一年放假回来的时候 人力资源科这边就找到了我 觉得我适合这份工作 然后就鼓励我前来应聘 当我看到吕里新建的幼儿园时 我很惊喜 因为不管是在教育理念 还是硬件设施上 都特别的棒 教师的队伍资历也很深 可以在这里工作的话 既可以照顾到自己的父母 也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 既能陪伴家庭 又能追求事业 是很多军属的愿望 为了帮助他们实现安居乐业 这个旅对接当地有关部门 先后与驻地学校 医院等多家单位建立合作关系 为军属提供就业机会 他们还定期开展就业培训 提升军属的就业能力 三后问题 看似是家庭的客气 可一旦出现矛盾 就会牵扯工作训练的精力 现如今 我们尽全力解决 官兵家庭的所叛所仇 让很多家庭 都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官兵没有后顾之忧 能够心无旁骛地 投身练兵备战当中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